我在十二年前的時候返鄉 然後接手我們家的家族的事業 我們家做手工肥皂 在家族事業裡面工作真的是蠻辛苦的 因為世代的差異 你要溝通 要費盡千辛萬苦 可能還不見得會獲得家人的支持 或者是認同 一個就是我爸爸代表的傳統 一個是我哥哥代表的創新 結果後來發現他並不是二元法 並不是針鋒相對 所以對於我來說 品牌最核心的東西就是 怎麼讓創新基於在傳統之上 然後這個創造出來的那個品牌 他才會有歷久彌新的力道 我一直在尋找自己回來的答案 醬油是我的根 他是不需要理由的 其實味噌的製作真的算是非常的繁瑣 雖然它的原料很簡單 就是米 然後米做成米麴 包含到黃豆、海鹽 可是製作過程是非常的謹慎 那我們把米蒸煮好之後 然後要不取 大概每六個小時、半個小時 就要去看一下他成長的狀況 然後溫度不夠的適時要加溫 濕度不夠的適時要加濕 然後讓他維持在一個最好的 這個生長環境裡頭 時間一到就要馬上的要趕緊弄 半夜我自己一個人留下來 把味噌做好路頭 然後他就要存放在這邊 三個月到半年、一年的時間 那透過慢慢的時間的去發酵熟成 那變成是一個風味非常好的 一罐的味噌 我們玉鼎芯的學名就是 玉鼎芯手工採燒黑豆醬油 那手工的部分最主要 我們是用微生物去發酵 你如果取微生物沒有養好的話 醬油的香氣跟口感都會不好 就是即便你釀在酒也沒有用 那我們怎麼判斷它怎麼好不好 就是一顆黑豆 它只要完整的布滿黃綠色的群聚 就代表那次的發酵非常成功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們還是用古法的陶翁去釀造 一般其實在台灣釀造四個月就會熟成 可是呢我們家期都會再多兩個月 只有一個月才會讓它熟成 拿出來採燒 在這個社會這麼講述效率的環境底下 月衣採燒人員越來越少 可是其實在六十年前 很多人都是用柴火的方式 去熬出他們的醬油 那一部分是為了讓醬油相信 更濃一部分是為了殺菌 六十年後 我們還是一直堅持 用這個柴火的方式 對於我來說 它反而是一種創新 做醬油的過程裡面 我又去接觸的地方創生 然後到了竹山跟裴軍還有家鴻 學習一些如何經營地方事務的概念 經過幾個月的訓練 我參加一個叫做在地經營的人活動 對那很幸運的就是有入選 那時候呢就跟那個俊成大哥 有更多一個連結了 因為我們一直在做一些開創新的事情 所以後來認識姨子 我發現這個年輕人太有趣了 那就像十二年前我返校的那個一樣 就是那個我一樣 他也正在經歷過我曾經經歷過的那段路 那個過程 我在做醬油的過程裡面 我都覺得只是把自己做好這件事情 是沒辦法滿足我 我更多的是希望 我能不能把我的鎖長 然後回饋到我的家鄉 或者是讓我們家的產業提升更多 因為來參加這個品牌的理念 其實就希望說能夠把台灣的黃豆 透過一個很好的豆製品去發揚黃豆 然後讓更多人用到屬於國產的 大豆製做出來的優質豆製品 那也希望說在這個品牌經營的過程當中 也提供給社區的這些夥伴 有更好的工作就業機會 他變成是一個善循環經濟 他讓我非常感動的是 他的模式是以文化跟教育的 這兩個觀念去著手 可以深深地打動我們 所以我也很希望 我們這樣子的理念可以綜合在一起 然後有沒有可能讓我們的家鄉變得更好 就剛好當時因為醬油這件事情 那我們就開始合作 跟玉底欣的合作是第一棒 那我們也希望後續能夠持續地 從三峽往外延伸 然後希望能夠把這樣的影響 能夠這樣的串聯到台灣各地 台灣醬油很獨特 只有台灣用甕釀做出黑豆醬油 其他的地方都沒有 做好一瓶醬油是本分 然後做出一瓶有文化的醬油是絕鮮的 我們希望能夠持續地善用台灣的黃豆 然後不管是豆腐豆乾或者是這個豆漿 我們都希望能夠做出最高品質的 那希望把台灣的黃豆帶到國際的市場去 我在香港賣醬油的過程 沒有發現一些自信 因為香港人他們身上有多的財布 他們也很難吃到他們土地上長出來的食物 那你吃不到土地上長出來的食物 也意味著跟土地這樣失去遠近 所以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幸福的地方 那我也希望讓大家可以吃到更多國產黑豆 它所衍生出來的產品 那當然我們是做醬油的 所以我們想要做好一瓶最棒的醬油 然後呈現給大家 這是一瓶真的從台灣土地上面 長出來的一瓶油膏 有台灣的國產的黑豆跟黃豆 有兩個品牌 河乃川跟玉鼎心聯手 誠心手作純粹釀造的味噌玉露 要獻給台灣的夥伴